科技的发展奠定了以大数据为依托的社会经济发展脉络 随着数据大爆炸时代的来临 数据存储技术和形式也发生了一定的升级与变化 从原始传统的本地化存储到中心化的云存储 再到今天基于IPFS传输协议的分布式存储架构 我们所熟知的百度云阿里云都是中心化存储的云服务器供应商 相对比IPFS分布式存储 传统中心化存储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 中心化云存储厂商的服务器从形式上是中心化集中型 在架构上采用了分布式架构 所有服务器均分散放置于一个或者多个特定的IDC数据中心 服务厂商需要自己通过手动的形式来增加服务器 来提高存储系统的整体处理能力 难以大范围低成本的布局 随着5G、人工智能、互联网的全方面融合发展 每天产生的数据量指数级增加 需要存储的数据越来越多 中心化云服务厂商所承担的运营成本已是水涨船高 并由此延伸出各种问题 比如数据传输效率低下 服务当机引发网页报错 数据丢失、信息泄露等问题 显而易见 在今天HTTP协议下的中心化存储架构 已经更不上时代的步伐 而IPFS获是最佳的解决方案 IPFS区块链分布式存储是共享经济的一个完美体现 在IPFS的世界里 这些服务提供商将不再是中心服务器 而是点对点网络里的计算机 任何拥有存储资源的个人或者组织都可以成为其中的节点 形成分布式去中心化的文件存储系统 就像滴滴打车一样 在滴滴打车出来之前 我们依靠的出租车等方式出行 出租车就像是中心化存储里面的阿里、百度、腾讯这种巨头 在滴滴打车中 因为平台补贴让私家车主气愿提供打车服务 乘客付钱打车 司机就在平台上抢单 提供出行服务 赚取车费与付钱金 IPFS挖矿同理 大家把自家的简直硬盘存储空间共享出来 提供网络存储服务 用户支付费要存储 放空抢单 为用户提供存储或者检索服务 收取费要作为酬劳 此外 IPFS所构建的去中心化点到点的文件传输方式中 并不存在中心化服务器 单份数据被分散为多个碎片 并具有天然的修复功能 有效避免了因为某个节点 或服务器无法正常运作而让数据丢失 同时也不会影响用户正常访问数据 另外 IPFS协议具有文件去重的功能 可以大大的降低存储成本 文件的分布式存储形式 也会提升网络的安全性 在当下社会数据存储密切的现状 一是大量数据需要被有效存储 二是全球大量存储资源没有被充分利用 而IPFS与BillCoin一起 一方面是让数据高效分发 另一方面是激活了全球形制的分散的存储资源 符合绿色可持续的社会发展理念 随着IPFS共识的持续扩大 在未来最终会取代传统的HTTP网络传输协议 并打造规模浩荡的存储生态 IPFSBillCoin未来值得期待 得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